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任中组部长李干杰尽管是清华和专家背景 却被外界认为有当年林彪的影子 5月29日 中共最大喉舌《人民日报》在其第六版发表署名 中组部理论学习中心组的文章 大谈两个确立 两个维护 对习肉麻表忠 该文开手就定调习选是所谓权威教材 文章吹捧说 习近平总书记是当之无愧的党的核心 人民领袖 军队统帅 掌舵者 领航人 又说习思想是当之无愧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21世纪马克思主义 中共新华社退休高级记者杨继生 在其《天地翻覆》一书中记载 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 林彪 周恩来在毛泽东因大饥荒而微信降低的情况 更加强调对毛的个人崇拜 杨继生书中记述 林彪当时强调 很快会把《毛语录》这本小红书推向全国 全世界 林彪说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 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是人类的灯塔 中组部前述文章强调在组织工作方面 最根本在于有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 文章称 组织部门要当好拥护两个确立 做到两个维护第一方阵的排头兵 云云 中组部这一说法 林彪言论也有一笔 林彪曾说 坚持一切工作中以毛思想挂帅 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工作的最高指示 谁反对毛主席 反对毛泽东思想 全党共诸之 全国共讨之 有分析指 新任中组部长李干杰 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和工业专家出身 他未必能写得出那篇八股文 而由中组部笔杆子操刀的词文 不只代表着李干杰的表态 还应该代表李的顶头上司 分管组织的政治局常委蔡奇的意思 杨继生在《天地翻覆》一书中说 一直到文革前夕 林彪在制造对毛的个人崇拜上 发挥了突出的作用 文革前夕 毛已有了绝对权威 毛的指示至高无上 这种状况深入到大多数人心中 已经形成广泛的社会舆论 文革在被迫自杀的人临死留下的遗书 几乎都要表示对毛的忠诚 杨继生表示 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和亿万愚民同时并存 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条件 在文化革命前夕 这个条件基本具备了 有分析认为 如果按杨继生的说法 当年三年大饥荒结束后 毛微信受挫 就有人开始为毛抬轿 成为文革前奏 而过去三年 制造人道灾难的动态清零 令习微信同样受挫 中共如今开始发动捧习的运动 二次文革的基本条件似乎具备了 4月被视为是对毛搞个人崇拜 始作俑者的左王柯庆施 其纪念像在上海浮寿园落成 这是文革重来的一个信号 4月3日习选第一卷第二卷全国发行 这是又一个信号 当月开始了全国大搞大规模学习近平思想运动 习亲近蔡奇鼓吹要推动习思想 入脑入心入魂 这是迄今为止二次文革重现的最为明确信号 如今掌管中共人士核心命脉的中组部 于5月最新发出的彭习文 也大有举其造势之意 近几年二次文革恐将来临 早已是体制内外许多有识之士共同的担忧 但有一点是当权者及其身边的吹捧者 可能不愿面对的 就是当年那些送毛的大佬 最后的下场也同样很惨 只是蔡奇、李干杰应该想到 林彪曾是毛泽东亲定的接班人 陈伯达曾是毛的文革重要吹鼓手 但最后结局都很悲惨 有评论认为 在集权进入巅峰期之后 无论蔡奇也好 李干杰也好 还是更多的中共官场大佬 比如拍马上尉的李洪中之流 日后都未必有好的结果 这种造神的行为 最后弄不好都是将自己逼进地狱 5月27日是美国前国务卿 亨利·基辛格的100岁生日 作为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位外交家 基辛格的人生夹杂着成功与正义 一些人称赞他出色的谈判技巧 充满理性色彩的现实主义外交 另一些人则认为他是无视道德的权力政客 这位美国前国务卿称 他以前曾称西方要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计划是不明智的 但现在绝对赞成在战争结束后吸纳乌克兰加入北约 让乌克兰加入北约可以确保战争结束后出现的新冲突 不能由乌克兰或者俄罗斯的单边攻击决定 基辛格说 他认为普京不会在乌克兰为战术目的使用核武器 被问及国际刑事法院向普京发出逮捕另一事时 基辛格表示 让普京受审不是一个好主意 基辛格表示 台湾问题可能导致中美紧张关系 以一种谁也无法控制的方式升级 这种危险是存在的 他说 中共和美国如果发生军事对抗 将是一场可怕的灾难 比第一次世界大战还要糟糕 所以双方都必须以最谨慎的态度行事 当时代周报追问基辛格 他认为拜登和习近平有这种智慧吗 这位美国前国务卿回答道 我认识拜登40多年了 拜登的政治前途取决于 他是否在与中共打交道时找到解决办法 但他至少要努力这样做 习近平是能做到这一点的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会这样做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 一名英国保守党议员之前在凌晨40序 打电话向同僚求救 说自己赤身裸铁地困在一家妓院里 他的衣服不见了 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到那里的 《每日邮报》27日指出 这名议员怀疑自己被中共或俄国特工盯上 成为美人际的受害者 这名议员认为自己的饮料被下了药 因为他说对于自己为何身在伦敦一家 破败的妓院里毫无记忆 由于传出该名议员是工党下次竞选时 要挑战的重要目标之一 引发了下议院的骚动 以及对其身份的疯狂猜测 据悉他打电话求助的对象是一名保守党大佬 一名保守党人士证实这个消息 但要求该报不能公开证明议员的身份 在此之前 国安局曾私下警告 由于与中共和俄国的紧张情势加剧 可能导致某些议员成为目标 近日河北省廊坊市一派出所爆炸 导致11死伤 官方通报却称 警方取样鉴定引发爆炸 此说法引发网络一片嘲讽 对于这种民意反弹 河南省公安厅一高官惊呼 血已经崩了 此言一出 网民再度反问 血为什么会崩 对于中共通报称 这是警方取样鉴定时发生爆炸 引发网民的冷嘲热讽 有人说警察会鉴定鞭炮 头一次听说 你还真别说 还真有可能是库里层军火失控了 就检查个烟花 谁带进派出所啊 这是取了多少样啊 把人家搬来了吧 爆炸规模相当于训报 不是现场封存吗 怎么都给搬回单位了 这也不是鉴定啊 鉴定用得着这么多样本吗 明显是贡品 取样 我信你个鬼 炸死活该 不同情 懂得都懂 看评论就知道 现在的人民警察 在百姓心中是什么形象了 对于网民一面倒的嘲讽派出所 新浪微博大V 新浪微博认证名为 河北省公安厅政治部副主任 知证观察团成员 永华的小菜园 跳出来说 当派出所爆炸 导致多位民警牺牲 而你却在网上冷嘲热讽的时候 雪已经崩了 对于正名高官的话 大陆网民也没有客气 纷纷回应反击 大陆网民表示 应该优先考虑 雪为什么会崩 请检视一下 雪为什么崩了 残底层人不明白 因为唐山市烧烤店 在质疑声中 有自称当地人的网民在网上爆料 这起爆炸的原因 是一个卖鞭炮的商贩 不满被屡次罚款 被罚几眼了 买了炸药包 接上鞭炮 背着去了派出所 进去就点火了 据说死了十多个 连所长也炸死了 但上述消息没有相关报道证实 据报道 德州蒙哥马力郡的一位18岁少女卡斯纳 上周四以学年第三名的成绩 从高中毕业 并顺利录取她心目中的第一志愿 哈佛大学 而卡斯纳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 由于母亲是服刑人 她在加尔维斯敦郡监狱出生 但这并没有影响她追求自己想要的人生 据报道 卡斯纳出生后就由父亲照顾长大 与母亲只有在14岁见过一面 而对于能够录取世界顶尖的哈佛大学 卡斯纳主要归功于她的导师汉比 汉比是社区辅导计划中的一员 这个计划将当地的孩童与成人志愿者俩俩配对 两人必须每周共进午餐一次 成人志愿者会对孩子提出各种建议 成为他们在学校之外的另一位启蒙导师 并建立起长期的支持关系 汉比回忆自己当初收到关于卡斯纳的资料 里面巨细迷一写着卡斯纳爱吃的东西 偶像是谁 平日的兴趣爱好是什么 看起来就像是个普通的小女孩 在两人见面的时候 卡斯纳才只有8岁 他告诉汉比自己曾去过监狱 妈妈不在身边 汉比震惊了 立即决定不能只是每周和卡斯纳吃一次饭 得花更多时间在这特别的小女孩身上 了解卡斯纳的遭遇后 汉比花了许多心力陪伴卡斯纳 会与他一起去配眼镜剪头发 而且还带卡斯纳去参观哈佛校园 也就是在那次哈佛之旅后 卡斯纳燃起了要就读哈佛大学的决心 并且立即要获得奖学金 而最终他也成功了 卡斯纳在高中的成绩一直非常出色 各科都拿到了A 卡斯纳表示自己很感谢汉比给他的一切 汉比宛如替他打开了一扇窗 让他知道人生还有各种不同的方向 卡斯纳强调不只是汉比 他身边拥有许多关心他帮助他的人 人生的每一阶段经历都非常有价值 汉比也表示卡斯纳从小就热爱阅读 对于自己十分严格 做事也有计划 虽然出生困难 但是并没有因此自怨自艾 据报道 台湾行政院法务部连日来对八家在台湾的中资企业 或研发中心展开上百人次的同步突袭 以阻止这些机构在台湾挖掘台湾高科技人才等 从而守护台湾的国家安全 根据台湾中央社的报道 法务部调查局最近发布新闻稿指出 该局经过连年侦办扫荡发现 中资企业已经从乔庄成乔资 外资迂回前往台湾设立分公司或办事处的手法 转变为以个人工作室远距连线上班 以掩护不法活动 而且中资通常在台湾以伪装的台资名义 同时成立两家公司 当其中一家公司遭到调查侦办后 立即以另一家公司的名义 持续在台湾从事业务活动 以多重方式和渠道挖掘台湾的高科技人才 不过北京的做法早已引起台湾方面的高度警觉 因此台湾的法务部调查局 近年来几乎每年都会出动大批调查侦办人员 突袭中资公司在台湾设立的分公司 办事处或研发中心 根据中央社的报道 台湾法务部调查局对中资企业的最新一轮扫荡 在5月22日至25日进行 调查局在新闻稿中指出 此次遭扫荡的八家违法中期或研发中心 分别以伪桥外资、伪台资名义 在台湾从事资料库管理软件开发 记忆体模组、数字电路设计、固态硬盘芯片设计及研发 电机驱动芯片研发、电子产品及电子元件器件研发、物联网5G通讯模组产品研发、半导体等高科技业务 所涉及的都是台湾的重要产业 以上就是本期《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转发、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见